RX 嬌蛇云夜不長久 恰如春夜夢一長 強良霸道終復命 好事風中成土陽 又回到我們常規節目 年假我也看了不少東西 我相信在早前與年前 各位應該就常看到這個廣告 我 就放一小段 你 我想觀眾與定友都是常看歷史類故事類節目的 油管會推送這個廣告給你應該也是有的 沒看過的也沒關係 你現在也看過了嗎? 有嗎? 我是很常看到 當初我是直譯為將軍 就字面上的意思 而現在官義為幕府將軍 那大差不差也沒什麼錯了 在日本至少中世之後 將軍就是指幕府將軍 這個預告不長 那在人物設計上也沒什麼亮點 我們只能在衣式旗子上看到奎文 關於奎文我們前篇也聊過 那些在日本歷史常見的家文 奎文就是德川家松平寺通用的 但有些規矩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再從預告中的服裝樣式 法式也可以去推測 大概是戰國時代為背景 在之後的江戶時代 他的服裝與髮型非常的生硬 這就有點像二戰前後的西裝與髮型 你看了好像是同一類東西 但是是經過演變又因時代風格而去修改的 當然嘛這部劇還是有那種現象 從歐美劇去看東方 那通常就是 奇幻在套上玄幻 就好像包了個東方文化的皮 那講了一個西洋架空故事 這是很常見的 這個現象尤其是在我高中那段時間 特別多這類電影 看過幾次之後就不再看了 那這次幕府將軍 起初多少也有這種感覺 剛開始查資料 就是那位使用奎文的人物 原來叫吉井胡勇 是由貞田廣之飾演 這些年嘛 好萊塢的日本武士 好像就是貞田廣之與渡邊籤 這幾年再加上一個前野中性 他真的長得好看 也演過蒙古人 是一個能夠演正片主角 又能演喜劇人物的優秀演員 我本身非常喜歡 那說回來 吉井胡勇 這個名字啊 我直覺這大底又是一個架空歷史或雜樓故事的羊片 由於有一種末代武士的感覺吧 看過這部片嗎 換現在說也是一部老片了 你看著是喔 他好像是什麼 但你又說不上來 最後他真什麼都不是 你就是將劇中人物換一套通聲銀亮的米蘭鑽甲 那也是一個西洋故事 你說他是不是日本 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我們就來說一下 插播一下末代武士這部片 主角穿戴的甲咒 雖然有江戶時代本身的特色 但是部件設計也過於現代了 我就不用說你懂不懂或有沒有看過 江戶時代的東西確實比較裝逼比較華麗 但是喔他能是這樣嗎 所以這樣的甲咒拿來演出歷史 就顯得很抽離非常的出戲 他就算下一幕出現星際大戰的風暴兵 我也覺得不意外 所以當你在看這部 不要說你說我啦 我在看這部戲實實要說服自己 這是在影射歷史 這是在影射歷史 他需要加工 他必須要加工 他是經過加工的 他是藝術 藝術源自於生活 生活源自於... 反正就是那回事嘛 所以觀影體驗就非常差 你不會... 我不會再看第二次 說回這部劇 幕府將軍 我只看預告 至少那種尷尬癌 沒有末代武士那麼嚴重了 他已經是頂點了你知道嗎 直到年後 在最近 我看到了日方的預告與宣傳資料 才恍然大悟 急警虎勇原來指的就是得算加康 沒錯 所以合理的去使用奎文 我說的是到我今天錄音為止 我看到的日文宣發資料 急警虎勇就直接寫他是得算加康了 只是劇中再把它翻譯成急警虎長 之後會怎麼樣我就不知道了 在另一方面 片頭又或至少這一季 他講的就是官員之戰 又來了 我就說了嘛 這場戰爭非常重要 我們前篇也畫了大篇幅 去講述了這場戰爭的前因後果 所以說 背景劇情與世界觀大致底定了 就是戰國時代安土陶山後期 得穿加康晚年大返宮的故事 而故事中出現的洋人 就是我們在大阪之戰提及的西洋武士 三浦暗征 當然資料查一下就知道了 這部劇依然有小說文本的 是英國小說家James Carvel 於1975年直筆的作品《將軍小君》 該作品在1980年也曾被改編扳演過 是由三船閩郎主演的 我們就來稍稍簡介 書中的主角就是那個 以天下為目標的有力關東大名 吉井虎長 他就是影射德川家康沒錯 那佩角 伯木始步 實際指的就是本多正信 在劇中則稱為尖目首重 由前野中信誓言 看吧 前野出現了 本多正信這個人我稍作補充 他本是三合武士沒錯 不過早年過著顛沛流離 因為信仰的關係 曾經脫離德川家 後來又回到德川家 受到德川家康的重用 別看他也信本多 他與本多中聖這一本多 不是同一家系出身 甚至說他與本多中聖 或一幫武功派老臣 關係非常的惡劣 所以這個本多家 在德川家的關係就非常孤立 你別看世間怎麼講 三合武士好像很團結 事實上德川家在早期來說 就已經派系伶俐了 甚至說在江戶時代初期 德川最強大最鼎盛的時代 就已經發生過內鬥了 鬥到開幕功臣家族全滅都有 你覺得不可思議 當初不是戰場上的療屬嗎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這可能戲中會演出 接著說 石堂合成就是石田三成 他由平樂大飾演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平樂大在2017年的官員中 就出演過石田三成的進程 倒左近 所以換他演石田三成 我覺得非常有說服力 再來 護田廣松 就是西川藤孝 由西岡德馬飾演 這裡是書中的主要人物 那我們來看看演員表 也來猜測推理劇中的細節 首先護田居子 就是西川Galasha 欸熟悉吧 他由澤景信奈飾演 Galasha就是我們前篇官員系列中說的 西川加羅車 他是一位堅爭死結的切枝丹女性 是基督徒 就詳見我們前篇故事了 再來護田文太郎 就是西川中心 由阿布靜之介飾演 我們還做過他的專題故事 介紹過這位人物 享受過這個加戲 這對父子這個家庭 看來 看來我的故事眼光還是不錯的 所以我也抵定這個劇集 將以東西方文化衝擊作為內容的 英國人威廉亞當斯漂流日本 成為武士三浦暗征 西川家族在其間因宗教而破碎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回訪我們過去 在講述官員與大阪之戰的主題 這些基本都說過 還有一些支線劇情 還有一些故事異說等等 再來看 堅目央海就是本多正存 他是本多正信的兒子 也是江戶出奇的重臣 可惜遇上了荒唐的鬥爭 我們之後再講 由金錦浩人飾演 再來集錦長門 看姓集錦 可見是德川家的關係人物 就是鬆平終極 由蒼幽貴飾演 這個人物我們也說過 他是德川家康的四男 主要活躍在官員之戰 這裡提一下 各位別急 這幾個人物 我觀察到他們是有故事羈絆的 我先把他們幾個說完 再來串成故事 說完兒子說老婆 童之方就是阿查菊 由洞口依子飾演 我們在大阪之戰提過他 他是一位智勇兼備的女中豪傑 也是家康的測試 這邊一家人就稍稍湊齊齊了 再來 落葉之方 就是墊墊 由二階堂富美飾演 這邊嘛 要說我們沒聊過這個人物恐怕也沒人相信 他就是風神秀賴的生母 至於生父是誰 在陰謀論雜談 就有說 他是十田三成或大爺之長與墊墊私童所生 至於說劇中有沒有墊墊與十田三成的溫柔對手戲 其實就很難說了 以美劇的慣性來說嘛 這裡稍稍總結 我們從人物來看 本多姆政純是更後期的人物了 可以說是二代將軍得穿袖中時代出頭的人物 雖然他在官員之戰也屬於參軍副官一類的人物 不過主要在內政與後行露臉的 再來 松平中級 在官員之戰就與岳父錦衣執政同軍 有開戰之功 但在中戰時 這對父子 也可以說父子 就在追擊脫離戰場的島經軍時 被榴彈擊傷 又是島經翼弘 松平中級就與錦衣執政 在日後因為救槍傷而殞命 這邊就有發揮空間了 我們可以想想美劇會怎麼演 松平中級與錦衣執政雙雙縱服 被亂槍打死的狗血戲碼 並且閃回松平中級他 英俊年輕 勇敢優秀 但這些形象也是史實中的松平中級沒錯 然後就暫死啦 或許也真有可能會有這個場面 這邊又說到錦衣執政 只是在初期的演員表中 他沒有在序列之中 就我的猜想與經驗 以美劇來說 在第一季沒有多大投入是很常見的 有的大戲 甚至要到了第三季才有明顯的投入與大場面 你看冰與火之歌就是 在第一季一場大戰 就幾句話 幾匹馬奔騰過去就打完了 可是到了第三季之後 場面就不一樣了 那將軍 小羹第一季會如何呢 會不會還有未序列的人物 我想是一定要有的 不然這個場面太單薄了 不然這個演員表完全不像一個加成團 還是說他又是另一部馬可波羅 我當年也是很看好馬可波羅的 當時我在東區創業 一整個月都睡在店裡 這個初代的網飛影集 馬可波羅就是我當年在店裡看的 只是沒想到看著看著他就沒了 這也給我的觀影生涯上了一課 什麼叫腰斬 想著想著還是會笑 其實其實蠻好看的 所以這邊我也大膽相信 將軍小羹 他的規模應該不只這樣 或許會回溯家康早年的生活 那些名將 本多中聖 九錦中士等四天王 還有那德川十六神將 還有那以西方角度復原的時代風俗與細節 那洋人會怎麼去演繹呢 應該很有意思啦 我本來的主題是 原寇和戰記這部動畫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本來啊 幕府將軍我只想提兩句 沒想到又收藏了 下回再整點時間說說原寇和戰記 他講的就是歷史上的原日戰爭 原帝國入圈日本 日本稱為蒙古襲來或元寇 這部動畫啊 在整體細節來說還是不錯的啦 不定了 不定了 以上 謝謝油戰爭 今天才能整個 兩邊 聲鼓 ап 天真的 遠迸